忙碌边的树木疯狂晃动停不下来 阵阵呼啸的风声更是吓人 台东县东河湘成为打破四年纪录 海窥台风登陆点 首先迎来的是16级强阵风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强阵风吹拂的关系 好几度呢现场非常的难站稳 近新闻采访团队前往台东最前线 正准备拍摄东河湘的风雨情况 结果阵阵强劲风势让人几乎站不住 只能中顿采访回撤到安全地点 16级阵风有多强 看看这个画面 架设在铁皮屋顶上的水塔 一阵强风过后整个摔落到地面 你没看错站在马路中间的 是至少一百公斤重的电动铁卷门 被强风吹的前后飘移 哎呦 这个是要飞走了啦 湘行车被强风吹到车尾快要翘起来 连警示灯也不断乱闪 更不用说道路两旁的行道数倒成一片 我们现在进新闻的采访团队呢 要从成功的台东的北边 也是成功这边往台东市区 但是沿路上真的太多树木倒塌 所以已经几乎没有办法前进了 倒塌路数不阻碍前进道路 更成为致命危机 台三十线花莲县酌西乡路段 一辆小货车遭到倒塌路数杂重 车头整个凹陷变形 车门还喷飞到路边草丛 行销出动电锯剧断树木 才把人抢救出来 这起意外发生在中午11点左右 45岁小货车驾驶林姓男子 带着22岁的儿子 趁着风雨还不是最剧烈的时候 想要出门采买房台物资 结果就出了意外 索性两人意识清醒 送医后没有大碍 不少民众冒险骑车出门 同样显向还身 被风吹到不敢再前进 机车骑士赶紧停下来 双脚用力撑地 对抗阵阵强风 而这位瓦斯送货员 被风吹得失智平衡 跌倒在地 拼命抓着路边栏杆 才勉强站定 海魁正式登陆之后 花东地区风雨更加剧烈 就连三仙台的跨海步桥 都被吹得不停战斗 正在看及时印象直播的网友 都会忍不住担心 桥会不会被吹断 市区街道更是一片狼藉 断树倒塌铁皮 塑胶棚到处乱飞 时隔四年的台风登陆威力 华东地区率先体验 金新闻这么报道 特别是第三个 总体发现 15点 达置